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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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已上行 便赤退了吕大房 因有菜经宝剑 李良寺又出使金国 议定出兵驾攻之势 回国后 被家寿世遇使 兼同贯大军 一同镇守 如今 亲命又去北京邪里军务 真是飞黄腾达 只见李良寺骑着高头骏马 带着显赫侍从 好不威风 行至黄河渡口 正要过河 见一门口蹲着个人 穿着破烂 原来是林真人门下 耗弄法术骗人的郭京 隧道一中坐下 李良寺叫一成将门口蹲着的那个人换来 一成慌忙去寻 却不见人影 到处找遍 他竟在茅厕里捉狮子 被一成拉了进来 李良寺叫道 郭先生 你怎么这般行径 郭京这才敢抬头 一见是李良寺满面着溃道 哎 真是一言难尽 李良寺患仆人给郭京换好衣衫 又摆出酒饭 一同吃过 郭京方说 前日去宫印马川 唯我逃得性命 不敢去见同书密 只好一路畅道情 逃口饭吃 本想带他进京 因出军失利 恐怕有爱 但又不忍看他流落街头做乞丐 李良寺想了想道 我推荐你去江南建康 王宣慰衙中 必当亲人 说着写一封书信 交给郭京 然后换人取三十两银子 一副行李赠予郭京 李良寺道 助手健康的王宣慰是当朝少宰的大公子 年少风流 你要诚实谦和 别惹事端 郭京点头承诺 感激不尽 郭京本是落难之人 连顿饱饭也吃不上 如今突然换了一身华贵的衣服 又有三十两银子 气域变不同了 他送走李良寺 昂昂然重新走回忆里 坐在御史刚坐的位上 破口大骂起来 一成知道他是御史的朋友 况且李良寺还没走远 只好堆满笑脸 跪在地上 赔罪道 小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刚才得罪了 他躺在胶椅上 任那一成磕头 故意装作没看见 然后慢慢道 刚才那位老爷是我的徒弟 靠我帮忙 才得做此大官的 我装成乞丐试试他 他当然识孝敬我了 侃徐一通后 郭京试探的问 我如今要去见康 怎么料理 一成达道 任老爷选用屠夫就是 郭京只有刚刚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旦行李 便换一名囚徒挑上 从山东取路到建康 路上 郭京问囚徒姓名 囚徒道 小的叫汪吾狗 父亲带我去经商 他死在河北 我被人哄去 做了些掏摸垢当 饭出事来 似配在意的 郭京叫他小服饰 有心要抬去他 又走了四五天 来到天长县街上 天晚只好找了家小客栈投诉 郭京走进去喊了半天 才有一个包了头的老头 摸扶着墙壁走了出来 郭京叫道 店主人 有什么韭菜 尽管拿来 老头道 我正在发摆子 动弹不得 这里是草店 没有肉卖 酒还有些 要米做饭 自己动手吧 老头拿出一点酒 二生米 一碟熟菜 放在柜上 道 我寒热得慌 要去睡了 郭京道 我是叔父惯的人 这菜怎能下饭 说也没有 老头边说边传 进去了 如此 只好让汪吾狗去忙了 好大一会 汪吾狗点上灯 端出一大盘飞机 给郭京针上酒 郭京奇怪了 问 这鸡哪来的 汪吾狗打着手势 笑道 小人捞来孝敬你 郭京没再说话 两人正低头大吃时 忽然有个人推门进来 看到桌上的鸡 叫道 你们怎么偷我鸡吃 汪吾狗抢遍道 扯淡 这是前边路上买的 谁偷你的 这个人叫道 针葬现在还要口墙 见你离边一闪 鸡就少了一只 看你脸上刺着字 分明是个贯贼 说着便去抓汪吾狗 郭京火了 不要放肆 我是当今皇帝拜为师尊的临真人门下 可不是好惹的 那人道 什么临真人 鸟真人 就是皇帝来也不该偷人鸡吃 一把扭住汪吾狗不放 这时 对面房里走出来一个客人 上前劝解道 这位客人想买鸡吃 没看见人 先自载了 你不过要卖银子 快些放手 我给一钱银子便是 那人接了银子 兴兴而去 郭京见这位客人风姿俊雅 一团和气 便问 有劳客人了 请问大明 客人道 小子 兴银 鸣文和 是去见康房有的 不敢相瞒 这几尾时是他不问而去的 若无客观和解 更生麻烦了 在下姓郭明京 是洞萧公的有执法官 明日也去见康 正好同路 客人回房去了 郭京和汪吾狗见机还未吃完 又接着吃 把骨头也啃个精光 酒醉饭饱 合一而睡 第二天 三人一同上路 谈笑风生 不决已到见康 剑康是六朝剑步之地 龙返虎聚之乡 山川秀丽 市井繁华 一派大好风光 尹文和独自访友去了 郭京买了件新衣给汪吾狗穿上 叫他等在宿殿 自己拿着书闸 投递到王宣卫府中 王宣卫 请郭京进府 分宾主坐定 道 外文大明 今日得会 三生有幸 郭京鞠躬达道 台下世代英才 一副神仙古像 拜你门下 足为平生 这两人 一个是顽胯子弟 专好渠成 一个是芳媚小人 专爱逢迎 如此谈了一阵 变成墨逆之交 用过午饭 王宣卫叫郭京将行李取来 在后园安歇 郭京回来取行李 见尹文和也在 问道 朋友找到了 尹文和说 没有碰到 郭京想 这个人灵力温柔 如是收他做个徒弟 岂不是好 便邀请尹文和同去王宣卫处 这尹文和并非别人 原来就是月贺 改姓不改名 他因孙力闹了登舟 怕连累自己 加上妻子又亡 身无牵半 便决定到健康 找个姓柳的朋友 谁知忘却了地址 正好郭京有妖 便欣然同意了 见他答应郭京大喜 遂唤汪无狗将引相公行李 一并挑到王宣卫府中 进到府中 郭京对王宣卫道 这位没人名隐文和 心地聪明 精通各种技艺 特引他来见你 王宣卫一并留住后援 招待得十分周到 在府中 郭京是常弄些小法术 插壳打魂 悦和是做过赔堂的 机智伶俐 兴取管弦 样样都能 王宣卫满心欢喜 一刻也少不了这两个人 汪无狗跟随使欢 也同享快乐 月和明知 王宣卫是个奸党 郭京是个小人 但他是有恃在身的人 只好明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随 他无事从不出门 谦和谨慎 所以全崖大小都喜欢他 那进春回 不觉又到清明时节 王宣卫要往万柳庄去看心园 于是百列侍卫 同郭京 月和城上金安 出了石城门 不一会来到了万柳庄 此庄是健康名胜之所 足有万株柳树 又有各样名画 三春十后 柳名花放 心绿飘扬 男女欢笑 一片欢唱 庄边紧靠城河 四路周车 往来热闹 王宣卫看得高兴 选一片绿阴平坡之地 铺设一番 和郭京 月和席地而坐 许多王孙贵客 各选崖处 游玩的游玩 饮酒的饮酒 任情取悦 王宣卫更不肯示弱 幻视从 百出山珍海味 金杯玉碗 和郭京 月和开怀唱饮 郭京不时说些 风情去话来斗去 月和吹起欲消 音乐悠悠扬扬 引得众人 巧手探望 王宣卫在旁 大家称赞 酒饮到半憨 郭京忽然叫道 看 神仙下降了 王宣卫 月和定睛看去 只见两个家人 前面由一个 十五六岁的 少年郎君引路 后边侍女跟着 冉冉而来 这两个女家人 年纪略过三巡 举止端庄 衣着搞素 王宣卫少年好色 看着两个女家人 羡慕不已 郭京更垂淡那批发狼君 叫汪无狗去打听 是谁家的女子 月和正色阻止道 看他们端庄大方 定是大户人家 千万不可乱来 让人笑话 王宣卫不作声了 郭京被月和扫了心 老大不快活 酒也不吃 站起来散步 走了一圈又一圈 一直到那两位家人下了船 郭京认得那船架 暗计在心 然后才回来重复坐下 和王宣卫喝酒猜拳 直到烂醉 天色将晚 大家回服 郭京在马上东到九歪 一路寻思 这隐文何真可恶 我好意带他进服 他倒反来扫我的心 哼 我定要找他点岔子 叫宣卫赶他出去 回到后园睡下 他老想那两个天仙和少年批发狼君 心想如能到手 平生怨足也 便叫来汪无狗 悄悄地叛復他去寻那船架 打听出他们的驻地 再来回话 不多时 汪无狗回来了 他报告道 问清楚了 船架说是花家的 是官宦人家 住在雨花台 其他便不想知了 郭京听了大喜 第二天吃过早饭 瞒过了月盒 带着汪无狗 色胆包天地到雨花台去找寻了 走出南门 只见一路山明水秀 风光秀丽 过了朱雀桥 没走多少路 远远就看见昨日那个批发狼君 穿着紧身绣袄 拿张弹弓 身后跟个小丝 从桃花林中走出 这真是天助我也 郭京快活急了 急忙迎上前去 道 花小舍人 昨日在万柳庄游玩 怎么就回去了 狼君道 不是游玩 是同家母 家姑 扫墓回来 请问高居何处 正要去拜访 郭京问过 狼君道 不过一里之遥 我们素不相识 不敢有劳 郭京正要淡着脸胡缠 见有个人牵马过来 说道 奶奶请舍人回去 狼君立即上马 扬鞭而去 小舍人上马清洁 十分风流 一发可爱 郭京心想 他说家母 家姑 看来那两个家人 是他的母亲和姑姑了 只不知是否有丈夫 不曾问明白 心中郁郁不悦 走至竹林中的惠叶庵 郭京便想讨杯茶吃 歇息一下 刚走进去 脚门里便走出个老泥 双手合掌 请他坐下喝茶 不多时 女童捧出一杯雀蛇心话 他一边喝茶 一边问道 老师父 什么法号 此间有个花架 师父晓得吗 老泥道 剑号素心 花架原是香神 以精寸 那花奶奶是本安相克 常来烧香的 花架是什么官宦 老泥低声说道 是梁山坡昭安的 他家诞生一个公子 今年十六岁了 极是聪明 他家还有个姑娘 老泥道 他丈夫姓秦 也去世了 相公问他做什么 郭京急忙搪塞 偶然贤问 他知道了仔细 心中就有了算计 回到府中 郭京笑嘻嘻的对王宣卫道 昨日万庄遇见的两个家人 我已知道底细了 王宣卫叹道 在东京时 美女也见得多 怎么一见到他们就放不下 丢不开 听这一说 郭京更来劲了 他说 一个是花容的妻子 一个是花容的妹子 都手挂在家 我们只要说是 奉旨捉拿梁山坡的余党 将他们带进府中 事情准会成的 这计策妙极了 莫说那年小的天资国色 那中年的更绝风骚 想想都是人心醉 王宣卫心动神弛 一副垂正欲滴的样子 郭京更鼓动说 做这种事要心狠手辣 当初高崖内 想那林冲妻子 骗他到白虎堂 又用刺配来拖延 事情竟成画饼 若军阀处置了 不就是成了 事不宜迟 明日就办 这当然和王宣卫的心意 但郭京又说 只是内隐纹和古怪之极 令人讨厌 必须先浅开 才好做这事 王宣卫道 说的也是 我府里人眼众多 被里面奶奶知道 定闹出事来 经过策划 便差月赫到东京去送风加信 月赫心详 这里原非九流之地 昨日打听到姓柳的朋友 住在雨花台 去投他吧 但他假说 谢谢师长 东京我不去了 我要去江北办事 郭京元不是要月赫送信的 见他提出要去江北 也就爽快答应了 王宣卫送月赫十两文银 月赫拜别 离开了王府 第二天一清早 郭京带着汪无狗 率领一队兵丁 赶到雨花台 一群人来到花家 蜂拥而尽 不由分说 把花工人 秦工人 花公子一起抓住 郭京胡家胡威的大声叫道 奉圣旨 令王宣卫来此捉拿梁山脱鱼党 带到东京去 不许持言 花工人出来分辨 谁个听他的 捉住了便带走 林社文说是奉了圣旨而来 哪个敢前来多事 府中养娘 家人也都四散逃避 顶刻之间 横祸临门 郭京叫兵丁 让出三匹马 给花家三人骑上 押往王宣卫的 尹洪桥别墅 到了别墅 刚把他们锁在东楼 郭京就陪王宣卫来了 先见过礼 郭京道 这位是王宣卫大人 因奉圣旨 捉拿梁山坡党人 才这般唐突 工人如肯通融 我倒有个奇妙的办法 花工人 秦工人满面泪痕 花容不整 说道 先夫不幸 孤儿 寡妇苦手在家 朝廷何故又来捉拿 寄奉圣旨 有何办法 办法郭京早想好了 他道 宣卫少年风流 为人宽厚 只要他为工人出一奏章 况有少宰太老爷在朝 事情自然可解 但徐秦工人给宣卫做夫人 因他夫人心王 没有正事 话未说完 秦工人便柳眉倒树 双眼圆争 怒道 忠臣不是二君 猎女不嫁二夫 我虽是女流之辈 知书达理 宁愿受死 再不受辱 不必多言 王宣卫虽然好色 还有些良心 见秦工人说得如此绝裂 自觉狼狈 一言不发 溜下楼去了 郭京却道 良言不听 后悔莫追 说着叫人锁门 跟下楼去 屋内没有外人 花工人哭泣道 我两人甘心守节 不料欲这等不幸 只好拼了一死 自尽了事 免得出怪漏愁 秦工人一把拉住 花工人 这贼子心事在我身上 我如自意死了 嫂嫂和侄儿一定没事 姑嫂哭成一团 花工子在一旁 排解不开 心中郁闷至极 忽然想起 是去扫墓回来 遇见王轩位 才惹出这场大祸的 这么说来 圣旨必是假的了 这时 楼门忽然开了 两个养娘 捧了一盒子菜肴和饭进来 对两位工人和公子 百般劝解 请他们用膳 三人腹中正机 也只得吃一些 吃过饭 花工人问养娘 你家夫人几时死的 养娘笑而不答 花工人 再三好言相问 养娘才说 夫人没死 是老爷瞒着的 这都是姓郭的 设的计策 姓郭的是什么样人 养娘咋咋嘴道 东京来的道士 为人刁钻古怪 只是老爷偏偏喜欢她 什么都听她的 如此恶人 干出如此坏事 花工人恳求养娘 放他们出去 好向夫人哭诉苦情 若是夫人肯放我们 一定重重谢你 官在这里 只有寻死了 养娘不敢从命 因老爷说 谁让夫人知道 立刻打死谁 实在不敢 只有在老爷面前告知 说工人秉性坚真 励志不从 老爷如回心转意 且不是好 说罢下楼去了 花工子心里 焦急万分 想逃出去 到官府上告 楼下有人看守 逃不出去 三人集成一团 无计可施 再说岳和出了府门 到羽花台 去寻访朋友 他登上羽花台 纵目一看 真是壮观 大江中 烟翻飞鸟 往来不绝 不山独欲匆匆 看了不绝心中 豁然开朗 游赏了半日 取路回转 穿过竹林 经过惠叶庵 进去游观庙宇 只见小庙香火慎望 香客络绎不绝 有个老汉 像是大户人家的仆人 在对老尼哀求道 我家奶奶和小舍人 被王宣卫捉去两三日了 我去打听 喉门四海 无路可路 你是出家人 为我讨个消息吧 大资大悲了 老尼道 安里长蒙 奶奶不失 打听个消息 是该去的 但只怕 我们这三姑六婆 不能进府 他俩说着 见月鹤走来 吃了一惊 都住了口 其实月鹤已听了个头 便走来坐下 老尼立即取香花奉上 那仆人 只管看着月鹤 又不敢问 月鹤忍不住道 老人家 敢是认得我吗 仆人道 有些像和我 先老爷相识的 你家先老爷是谁 仆人道 原是清风寨之寨 姓花 后来上了梁山坡 受昭安的 月鹤道 我是山寨里的 铁轿子月鹤呀 老仆人是花家的三世老奴 名叫花信 在这里遇到先老爷的熟人 像遇到了 就命恩人一般 便急道 两日前遭一场奇货 正巧我不在家 回来到处打听 急得发疯 听了出事的前后经过 月鹤大吃一惊 问 你家奶奶可同小舍人 在万柳庄游玩过 花信道 是扫墓回来路过 必定是那 锅精设下的诡计 见我爱他手脚 才将我前走的 月鹤道 你且勿慌乱 我和你家老爷 是相好的 一定要设个计策 救他们 正商量着 听见佛堂外 有人叫道 老师父在吗 老尼急忙迎出门去 月鹤在内屋 听出是汪无狗的声音 急忙多好 老尼一见 原来是前日 和一个相公来过的 脸上刺字的人 他把花家两奶奶 被带进王府的事 说了一遍 最后说老师父 和花家相熟悉 唯师父能劝他们 故郭相公 叫我来请师父 老尼进去取茶 月鹤急忙拉过老尼 叫他答应下来 明日再去 安排停当 月鹤带着花信 从后出门出了安 事情办妥了 汪无狗也出了安 沿着回去 刚到城门边 听有人叫道 汪无狗 进来吃杯茶 抬头一看 竟是尹文 和坐在茶坊里 沿街一副座头上 尹相公 不是说去江北了吗 怎么还在这里 月鹤道 王老爷 因花家的事 又请我回来 说我会说话 叫我去劝劝 你请老尼的事 怎样了 汪无狗说 老师父 明天就去 如此甚好 走 喝杯酒去 他们出了茶坊 进了酒店 一连吃了几大杯 月鹤问汪无狗 你随郭相公几年了 好处多不 汪无狗催了一口道 同你一样 是在路上遇着的 他瞎了一口酒 更来气了 还提好处呢 除了这身破衣服 什么也没有 他是敲鱼骨讨饭的 不料碰到李玉时 才发了计 骗我跟着他 大喝小骂 受尽凌辱 这时 月鹤拿出二两银子 塞进汪无狗袖中 道 我一向老你服侍 这点小意思 拿去灵化 汪无狗道 服侍相公是该的 要小人水里水里去 火里火里去 只是不想受他鸟气 全且忍耐 我到府中自看顾你 如今这奶奶 舍然关在东楼水看守 汪无狗道 楼下我看守 晚上痒痒半素 王宣卫去茅山烧香 要三天才回来 得到了讯息 月鹤抽身 将坐在一角的花信 叫出殿 走到僻井处 道 你去顾支船 把家里戏软收拾好 夜晚将船窑倒引 虹桥边停泊着等我 切切不可悟了 花信欢喜而去 月鹤傅又进来 算清了酒钱 便同汪无狗 到了别墅 来到东楼下 月鹤叫汪无狗 把养娘们叫下来 他好上楼说话 汪无狗乖乖地照办 养娘们下了楼 月鹤上了楼 将门眼上 宫身失礼 道 二位嫂嫂认得我吗 宫人不认得 不好回答 月鹤向花公子道 我就是山寨里的铁轿子月鹤 贤侄数年不见 这船高大了 原来是月叔叔 我说有些认得 却一想不起迷 我母子受难 求叔叔解救 花公子气道 月鹤低声说 已经安排好了 今晚便能逃脱 说着从袖中 取出一只包 递给花公子 过了一会 月鹤下楼了 汪无狗问 因相公劝得如何了 月鹤得意地说 被我再三苦劝 已经动心了 只带老爷回来 准行 现在叫养娘 多送些酒窑 上去给他们吃 如此 大家都十分欢喜 养娘们送了酒窑 给二位工人和公子 又送了些酒窑 给月鹤 月鹤叫来 汪无狗同吃 汪无狗本是酒鬼 加上今天 心中高兴 尽情地吃喝 月鹤三更十分 汪无狗已是烙丁大醉 月鹤又真上一杯递过去 再吃这一杯 最后一杯 汪无狗歪歪倒倒接过 一饮而尽 煞食口诀流弦 倒在地上 这样 月鹤便从汪无狗身上 搜出钥匙 开了楼门 两个养娘 也都昏倒地上 原来 月鹤给花摄人 一包蒙汗药 养娘们被劝酒而昏迷 月鹤拉起 花摄人便走 二位工人跟着 急忙下楼 朦胧的微月 罩在花园里 四周盈盈绰绰的 月鹤对花园 小静吉熟 来到后门口 开门逃出 这花园的后门 正离尹洪桥不远 老仆人 果然停着船等候 众人一起下船 花信 见到工人 高兴不已 花工人 见家中细软 和养娘 小丝 都在船内 感激 月鹤不尽 说 亏得叔叔一众 就我母子和姑娘 真是大恩大德 我为姐夫 孙丽闹了灯舟 只好躲在王宣卫府中 如今幸而脱了牢笼 只是北边去不得了 不如到杭州去寻个地方 全且安顿 对月鹤这一安排 花工人自然称好 天色威名 水关开了 船起翻从龙江关曲路到镇江 进了闸口 一路顺风 天色晚时 船到了宝带桥 催着船架 赶到吴江停泊 一时狂风骤起 那太湖里的水 从桥里冲出来 汹涌难行 可是 风浪中 只见两只船 架着双炉 飞也是的摇来 船头立一条大汉 手执三股鱼叉 一声呼哨 就将船架 朔下水去了 两个工人 缩成一团 月赫花公子刚立起身来 那大汉早已跳上船 举正了妖刀 刚想砍下去 月赫正要挺身相斗 两人相互惊住了 月赫说 你莫非是出动交童威吗 我是铁轿子月赫呀 那大汉将刀入了窍 说道 天昏月黑 险些害了哥哥 两人将遭遇说了一遍 童威说 我只因混将龙李大哥 陷在狱中 要设法弄银子救他 莫奈何 只好再干这勾当 月赫告知传理 是花之寨嫂嫂嫂与儿子 及秦统之嫂嫂 然后问李大哥 为什么居在狱中 童威说 先回到湖中 再详谈 大家将船帆升起 一起向湖中驶去 遇之后续故事 且看下集 再会 再会 成功 圆